在屏幕上看到的是一个功能强大的个人记账表格 只需要定期把微信和支付宝的数据导入 它就会自动生成和更新 以帮助你科学的制定财务计划并做有效的控制 同时可以帮助你优化资产结构 加速财富积累 尽早实现高质量的财富自由 本系列视频将详细讲解该表格的使用方法和制作过程 收藏转发系列视频任意一条 并私信获取该表格的下载方式 本期视频是系列视频的第二期 本期视频的重点是向大家介绍最基础的概念 也就是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我们为什么要理解这两张专业的财富保表的概念呢 即便是作为个人财富管理 这两张表格也具备了全部的效能 同时我们日常能够接触到的个人记财软件 其实它生成数据和报表的内核 也是遵循这两张报表的逻辑 因此在正式开始所有内容之前 我们有必要理解一下 在公司管理中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都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 首先我们先做一个思维实验 假设你用了毕生的积蓄投资了一家 叫做A的公司 并聘请张三作为CEO运营这家公司 一段时间之后 你势必想了解这家公司到底是挣钱了还是赔钱了 另外 无论亏盈你都想知道 钱是从哪里挣来的 钱都花在了什么地方 这些与之前的计划相符吗 未来应该如何调整企业的财务计划呢 那么有没有现成的方法和工具 使作为投资人的你 一目了然的了解到公司的现实情况 稍稍懂一点管理的人会脱口而出 三大财务报表 即资产负债表 利润表和现金流量表 反观个人 有没有一种方法 可以使我们自己对自己的财务情况心知肚明 可以做到实时跟踪 答案是有的 同样是这三张报表 考虑到作为个人 财务的控制风险较低 同时 个人对财务管理的时间成本 也相对比较敏感 因此 有必要对财务报表的结构和生成的过程 都要做极度的简化 比如 企业的财务报表 由负实记账法生成 而个人记账的主要数据来源 为流水账和定期对于资产的盘点 这就损失了可追溯性 再比如说 企业记账依照的是全则发生制 而个人记账则更加随意 按照实际支出的时间 这就损失了严谨性 包括但不限于对于上述记账方式的简化 并不影响我们对于个人记账目的的实现 所以要做有必要的简化 不理解复制记账法和全则发生制 并不影响我们后面的学习 如果大家对这两个问题和作为一个企业主 如何通过财务报表来读懂一家企业感兴趣 请弹幕留言 我们将花另外的一期视频的时间 对这样的问题进行详细的讲解 这里就不再赘述了 刚才我们讲到 反映一家公司的财务状况 已共有三张报表 我们接下来将关注其中主要两张 一张是资产负债表 一张是利润表 粗糙的讲 对于一家公司而言 目前每一个银行账号的资金总和 加上其他的有价的固定资产 政权资产和无形资产 比如说智产权 以上这些部分的总和就是公司的总资产 再根据全则发生制 未来必将发生的支出 称之为应付状况 比如说已经签订的合同 但还没有付钱的 已经产生的债务总和 即为公司的总负债 总资产解决总负债 即为公司的净资产 或者称之为所有者权益 对于作为A公司的股东的你来说 A公司的净资产 或者说是所有者权益 即为你通过拥有A公司的股份 所占有的财富总额 以上的信息 反映在公司的资产负债表中 简而言之 这反映了一家公司 在某一个时间点的财务状况 注意这里有一个关键词 是某一个时间点 资产负债表 是反映了某一个时间点的 公司的财务情况 相对而言 一家公司在一段时间内 利润从哪里来 开销去了哪里 则通过另外一财务报表来反映 这就是利润表 这一段话的重点词 在于一段时间内 我们还以A公司举例 说明利润表 利润表主要有两个部分 一部分是收入 另一个部分是成本 收入减去成本 即为利润 利润为正 也可以为负 在通过实例 说明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之前 我们再简单谈一下 现金流量表 现金流量表 可以简单理解为是一个公司 流水账的汇总 反映了每一个科目 或者每一个账户 在一段时间内的变化情况 对于个人而言 这个表格的参考意义并不大 所以我们在以下的介绍中就忽略了 接下来我们将通过实例 向大家展示一下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以及对这里面的数据变化情况进行讲解 帮助大家理解我们如何将这样的公司报表 转化为个人的财务报表